竹之美 最少见的青年竹艺家 许多的工艺家 运用天然的竹材 融入在日常用品中 将这些日常用品 提升它的艺术价值 一老师就是其中的翘楚 老师 听说竹子是一个 非常环保的素材 那竹子的特性是什么呢 竹子它在 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 它算是相当快速 木材一个生长期 必须要上百年才能够 砍马取用 那竹子的话 它的成熟期是四年就可以采收 那它的生长的速度相当快 一个从笋子到成竹 差不多在三个月之内 就完成它的生长 那等于是说你越砍它 它才有足够的空间去 生长越新的这个竹子 所以它是相当环保的一个素材 这个来自大自然的竹材 如何变成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老师的手艺 首先我们必须要做材料处理 做不同的表现的时候 去做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这是完成的 这是完成品 哦 你会看到这个签子这样 一时一时不断的 对啊你看差好多哦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用来泡茶的区域之一 这个叫茶折 茶折 对茶折 茶折 不懂耶 没关系 等一下带你去喝杯茶 你就知道这个是怎么用 哦 喝杯茶我就知道什么是茶折 来 请喝茶 谢谢 真的是不经意是不长一致 原来喝茶也可以这么有品味 这么有气质 这么艺术 你看刚刚跟你介绍的茶折 现在就派上用场了 不但如此呢 我看到呢桌上琳琅满目 全部都是用竹子做的 你看哦 像这个茶壶上面的茶柄也是竹子做的 然后这个也是竹子做的 最特别的是这一只 刚刚老师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不懂它的用法 它是竹子做的哦 这只青蛙呢是拿来放这个盖子的 大家看到这些呢 全部都是老师的巧思 老师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把所有的竹子跟这些茶具做结合 然后这么有创意呢 因为生长在竹山 那垂手可得的一个材料就是竹材 那因为自己本身是从事这个竹艺创作的一个工作者 那自己又喜欢喝茶 相对的就会在这方面比较下一点心思 现代人总有说不完的紧张与忙碌 是不是让你忽略掉许多独特生活情趣呢 在与叶吉祥老师的对话中 让我发现当放松心情 仔细品味生活公益的独特氛围 一定会让人拥有不一样的心灵感受哦 叶吉祥老师的作品不但运用在日常用品中 而且呢还有许多值得大家观赏的艺术品 像这只最主要表现的是主彩的根部 顺着它的原本的造型去做雕琢 那因为生长在这个乡下 其实看得到平常日常生活最能接触到的就是 这个青蛙或者是这个蝗鸟 那这个人像呢 那最主要它是利用人面组的基本造型 然后也是局部的一个雕刻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了这个整个头部 一点点局部的一个雕刻 那其他部分都是天然的一个造型 老师你一点点的巧思一点点的雕工 就让这个整个竹子呢富有生命 而且另外又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来此一游 我们除了能够欣赏叶基祥老师独特的竹艺创作外 不妨也停下脚步 静坐在此 运用竹艺茶具 为自己泡杯茶 仔仔细细品尝各种的曼妙滋味 掌握自己的生活步调 重新体验优雅的生活态度 以及悠闲的绿色生活美学吧 好山好水竹山镇 是民众接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投入青山绿水 秀丽紧致的拥抱中 一定能让人忘却城市的纷扰喧嚣 早期的农南天然漆博物馆 是台湾天然漆原料主要供应商 见证了普里数十年的漆业岁月 目前在七一家徐玉明与兄弟们 共同努力下 农南致力于进行天然漆原料的制作与生产 将博大今生的天然漆文化传承下去 最强生活中有许多伤害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 在自然健康的潮流中 自然的材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这些漆漆呢 就是其中之一 老师 为什么天然漆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呢 天然漆是靠酵素干燥 一般化学漆的话 是靠一些重金属干燥 所以这两种东西呢 做起来的话 天然漆的酵素是有杀菌抗菌的作用 第二个呢 化学漆你用完了丢了之后呢 含重金属的东西呢 会污染到地 雨水下来的话 会影响到地下水 因为我们的天然漆漆漆的话 那污染度呢是Zero 就是没有污染的哦 一般比较高层次的国家呢 他都很希望有这些东西 让他们人民再用的话呢 第一个健康 第二个呢 它的持续的东西呢 对人体来讲都是一种保障 漆呢哦 四天割一次 而且要晚上去割 白天割的纸水分比较多 晚上去割的纸呢 养分比较多 所以必须要晚上割白天瘦 这个漆刀呢 割完之后呢 用贝壳去割 绝不能用铁跟塑胶 所以一般 铁跟漆接触的话 漆会氧化变黑 漆会变质 这个漆筒哦 看起来很简单哦 这种漆筒呢 是国宝级的哦 因为民国四十几年 装到现在哦 一顿装的 这个装一次就等于漆过一次 这个装呢 至少只有四千多次哦 四五千次 就等于漆过四五千层 所以这个漆筒哦 一般来讲的话呢 很多人哦 用蜜件啦 还是什么装吃的东西的话 在制造的话呢 你必须去我们的天然漆 天然漆所制作出来的异品 除了可供观赏用 也是家庭日常用品的好器具 家居生活如果添购一些美丽的奇异品 不但可以增加生活品质 也可以丰富我们的心灵 更重要的是 它是健康没有毒害的好用品哦 对我就是真的不会拉小提琴 但是我手上这把小提琴可是非常的珍贵 天然漆座的乐器啊 它的特色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这个是这样子哦 化学器它的粘线呢 大部分是在某一个局限里面呢 还是要再重修 那天然漆的话是跟木头结合在一起 它的特色第一个 它的音会比较高标一点 第二个呢 它本身来讲越漆会越轻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毒 那这个吉他呢 它有一个特色 您看它刮伤之后呢 漆不会掉 它漆不会掉 化学漆的话一刮伤漆一定会掉 天然漆的话它是跟着凹进去 所以它历史的痕迹 永远是留在这上面 在现代社会里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着快速的生产方式 但是在徐云老师身上 我看见了慢工出细活的工艺精神 老师以身体力行提醒着我们 该缓慢自己的脚步 不要一味追求快速 而忽略掉事物的真正价值 南投府里有着如湿如画的风景 加上宜人的气候 纯服的民风 让这座山城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般 有空不妨到此一游 体验心灵漫活的感受 是簽字咖起来的 帧志给这个影响 徐云直接